如果说医生定义了治疗的一个水平 那么护士就是诠释了他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我叫张传来 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正医学科的护士长 我在中正医学科从事护理工作 我24年今年当了护士长有10年了 尤其是在医生专家 你可能把这个方向和方案 能够把它制定正确有好的方案 但是这个方案需要护士不扣不扣地去执行 真的是想多做一些事情 能够帮到非洲这边的医院也好 医护人员也好 还有病人也好 真的是想早一点结束这个疫情 回归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 当然更加希望我们整个团的23个人 在圆满完成任务的同时 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回到 我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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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